学习使用图形化编程 组合使用丰富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模块接口 拓展更多可能 打开RoboMaster App 进入实验室 我的程序 在程序列表中 先键程序 在界面左侧模块选择区域 可看到丰富的模块 拖置编程区域和执行相应命令 注意 模块需要放置在开始运行模块内部才会执行 长按模块可快捷地进行模块复制 如果需要删除模块 可长按模块选择删除 或者拖拽至左侧垃圾桶中 在完成编辑后 可以点击调试区域的运行图标开始运行程序 同时可以打开FPV窗口 查看周围环境或运行效果 并可获取状态以及变量信息 点击图标 还可以看到图形化编程模块所对应的 Fenton程序 图形化编程操作 现在为您进行编程示范 以扭腰反击项目为例 何为扭腰反击 机器人的底盘和云台 分别向相反方向旋转 并以一定频率发射水弹 首先 为了让底盘和云台能够朝向不同方向运动 我们需要设置整机运动模式 在系统大类中选择 设置整机运动模块 拖拽至开始运行模块内部 并设置为自由模式 接着 进行底盘云台以及发射机构的初始化设置 回到底盘大类中 选择设置底盘旋转速率模块 拖到编程区域 设定为120度每秒旋转速率 在云台大类中 拖出设置云台旋转速率模块到右侧区域 设定为120度每秒的旋转速率 在发射机构大类中选择发弹数及连续发射水弹 设定为8颗每次的发弹数 为了能实现持续扭腰效果 在控制宇具大类中选择抑制模块 拖至初始化设置下方 接下来 在抑制模块内部 需要设置底盘和云台反向旋转 先在云台大类中 选择云台旋转方向至编程区域空白处 并设定方向为向右 在底盘大类中 拖出底盘旋转模块 并设定为向左旋转0.2秒 长按模块 复制到下方 再将它们的方向取反 整体拖拽至抑制模块中 以上步骤 既能完成底盘与云台持续反向旋转的效果 运行前 可以先打开右上方的FPV 确保枪口前方无人 再点击运行 机器人即可执行相应动作 点击停止按钮 即可停止所有动作 最后 点击返回 即可退出 程序会自动保存 通过点击程序左下角的云备份 可以将程序上传至我的云空间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当证据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